就是信德 顺信德 这是真善 违背信德 这才叫我 这是善我最高的标准 是善我绝对的标准 那么这两个字 观在此地 就让我们要警觉 不可以疏忽 这用意在此地 那么底下的感跟印 感呢 古人有个比喻 好比种植 印好比是 开花结果 那么用这两个字 做这一篇文章的名称 就说明了 有感 比一定有印 这是什么道理 感应 都是以自信 而起 自信 变一切出 变一切实 我们今天将时间与空间 在自信里面不分 时空是一片的 所以有感 必有印 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上 所谓 切一发而动全身 这一根头发 微不足道 如果我们动弹它的时候 这一身都觉得不舒服 你动着一根头发 这是感的 一身不舒服 那就是硬 由此可知 我们起心动力 言语造则 不要以为 这是小事 这个无所谓的 再微弱的念头 都能够整动 虚空发解 我们不晓得迷失了 就像我们身上 这一根汗毛一样 我们把这个汗毛巾 低起来 全身都能感觉到 这是大家知道 这是我们身体 一个身体 但是你没有了解 虚空发解 一切众生 是自己的清净发生 是一体 正因为它是一体 所以感应就不可思议了 有感 敌应 谁敢 谁